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想出了委员会后面就是党团的协商 在这段时间我们所了解的大家的关心 尤其是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我曾经说过 金算报告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是要尊重专业 因为我们国防部有一个国管院 国防台国管院 他们都是主级毕业的高材生 那负责这项工作的都是老师级 国民党刚刚还是用欺负欺骗这样的一个字眼 可以接受吗 我想这还只是在沟通吧 可能还有一些沟通还要在做 谢谢 科学员谢谢 以这些数据来挑战你的立法的时候 我们发觉两位部长都没有办法回答 最常听到的一个回答就是 第一个我们尊重行政院 第二个我们尊重立法院 这个中间经过多少付出多少的社会代价跟成本 除了有多少场的游戏抗争走上街头之外 还牺牲了一个妙伤效 所以我们更担心说 军改军改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再一次用执政傲慢的方式 冲速的通过的话 接下来社会只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请问蔡英文总统你选配好了吗 谢谢 中文字幕——YK